桥头裤贴顶呱呱 各个裤贴塞进化 一口下去至碎包 你没吃过 开玩笑 提到南京裤贴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也许是李吉 又或者是草桥裤贴 这两家裤贴那是名其响当当 但是今天带大家来南京的陈北 吃这家庆镇西北桥头拉面的裤贴 个人认为完全可以和前面两家聘一聘 甚至某些地方还略生一层 他们家的粿贴12块钱5个 前做鸽头是我坚冠最大的粿贴 长度大概是4分之3个iPhone Plus的长度 太子油的粿贴像其普避 色泽净黄灿烂 光看颜色早上进行就会非常好 调味上比一般的粿贴更甜一点 外皮略味阴 没有草桥的素脆 但也很好咬开 肉馅是牛肉的 类似于肉酱的口感 调味非常自然 创酱的几乎闻不出来 再沾上庆线的粗质和爆香的拉油 谷贴又有了新的分明 蒜拉加剂 妙不可言 噼里啪啦 谷贴像 谷盖一线 凉汤汤 小嘴一敲 嘘咪咪 桥头谷贴 正来戏 但吃谷贴会干 又点了碗扭扭扭扭烫 不得不说啊 这家的扭扭烫味道也好得不得了 扭扭都是实现炉好的 在下烫再煮 一筷子下去啊 料特别足 烙了几次都不见底 烫头呢 放了胡椒 不会很咸 但是很馅 一碗扭扭扭再赔偿过贴 正是顶呱呱 这一菜一两过贴 一碗扭扭 一共27块钱 正是又饱又好 走了以后再打包一两回去 又是快乐的一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转发再关注 我们下期见